首法这个特征组说每一笔会50万元 这个50万美金以下呢 就是让国外的银行可以不要追查资金的来源 那么国民党立委邱毅则是爆料说 这是无礼赔交的 所以无礼赔很厉害啊 无礼赔的角色很厉害啊 所以无礼赔透过他发起的安格拉治 介绍了当地的一位外籍礼专 给了陈志忠 经过这几年陈志忠在这位外籍礼专的指导之下 他突飞猛进啊 对于海外洗钱摸得很熟啊 基金会也会用 纸账公司也会用 控股公司也会用 然后账户知道如何转来转去 还知道每一笔不能超过50万美元 还知道如何那个节奏那个tempo掌握得多好啊 所以陈志忠确有洗钱的天赋 怪不得他秀出了学生证上面写的就是洗钱嘛 他的英文名字叫洗犬嘛就洗钱嘛 所以这真的是有洗钱的天赋啦 这个是天赋异禀 那也当然有个好师父无礼赔啦 那么有一个好的直接的指导教授 这个外籍礼专 陈志忠对这位外籍礼专的重视啊 甚至在前年12月15号 他妈妈昏倒了 据传还有立即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竟然不顾他妈妈 一定要飞到东京去再转到美国去 找他这位外籍礼专 你可以想象这位外籍礼专对陈志忠来说 是有多么的重要 而这个外籍礼专我再说一次 吴吏培是被你介绍的 这位外籍礼专是不是你过去在安哥拉斯的 你的金融人脉里面的人吗 对不起